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赵薇这样的算不算 就是莫名其妙 为什么就是他 为什么老是他 为什么老招同样类似的事 他们最后归结为 你这个整天在网上的 是不是有一种 你比如说我们上电视的 讲究有一种人叫观众员 就你没有原因 长得也挺难看 但观众就喜欢 有的人长得挺好看 太难看也不成 真的太难看也不成 这是会吓着观众 就是说怎么都没法接受 你看我就不知道 你说这个所谓招黑体制 你觉得有人有这么一种体制吗 我觉得招黑体制挺好的 你招黑说明激起强烈情感 是吧 你在这个爱情片里 先黑完了 最后都能堕入外盒 这是你给你自己的注解 是吧 他每次来 上次跟徐老师吵了一架 好家伙 不是当然其实徐老师激动一点 我家伙 这两边 我发现非常好 现在真是调动群众逗群众 就是你们俩不吵 我们这个节目的微博 平常几十个 一百多个 那天六百多个 真知灼见 那是互相坦诚的交流 对 坦诚 吵起来就是坦诚 所以说今天这个事 你们两个老北京 少北京 都可以说说 就是说最近这个网络上 有时候流行一些无聊的事 但是这无聊的事呢 实际上是为了可乐 就最早啊 有个大张伟 我觉得这也挺神的一个歌手 就是说跟人这个接受节目采访啊 说着说着就说 我们北京人呢 就喜欢这个摊着 就这样 其实不光北京人 我们河北人也就最喜欢这个 然后他这一弄啊 据说是他起了个头 然后呢 接下来这网上就开始 哗就出现了 你可以看看 他就说是大张伟 你瞧 他是说啊 我们北京人 做没做性 那意思 然后你看 大家就开始搞 缝倒 就是说 要领啊 是拿这个后摇眼 给坐在沙发院上 是吧 这有四个北京的明星 现在已经叫京城四摊 是吧 对 这四位就好 京城四摊 然后据说有一个经典版的 来自于当年经典的 我爱我家 就葛优 那天我看 冯小刚还夸的 你瞧 现在哇 达到高潮了 你注意到葛优了吗 葛优 被众罗女 什么神父 那个 但是这个有所本 你一定要看看 今天很多年轻人 不一定知道 当年的我爱我家 有多火 就是葛优 那天我还看 冯小刚夸 说你看你这几天 葛优 他就当年的一个截图 大家看着就乐 他说这个真功夫的 这个老演员 他就有这个本事 他躺那都是戏 所以你看看 当年是怎么回事 这个当民工怎么样 有些工作是在屋里干的 晒不着太阳 我一接触杨徽就过敏 传 传 干脆出家算了 当和尚最清闲 我顿顿得吃肉 二混子 说的好 台词也好 台词也好 你是编剧吗 我爱我家不是 你是海马歌舞厅 海马歌舞厅 这帮人天天就是这么说话 就不正经说话 但是都富含哲理 可是你觉不觉得 那么一种聊天的磕 今天的年轻一代 好像有点听不明白了 有点深 稍微有一点深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年轻一代 在一块聊天的机会 都不多了 大家在网上拿键盘交流 对 他说的这个很重要 键盘侠 就不会有时间说每天一大堆年轻人 说像当年那样 凑在一起 我每天我都能固定的在物理上凑在一起 坐在这聊天 哪有这种时间 大家就在微信上凑在一起 所以你看这种视觉的格外容易传的特别的 还有就是他现场 他语气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微信里 尽管你可以打上一些标点符号 加强你的语气 但是毕竟是有差的 马爷你觉得你现在觉不觉得 就比如说好像你像冯小刚他们那个时候 弄很多喜剧片 我们某个年龄段的人 我们带有特有的这个那个时代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梗 现在叫梗 是吧 很多梗 实际上你没有我们那个背景 你是不会笑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跟普洛大众这么一讲 我就发现有一部分比较新生代的 他完全没有反应 就是说你那种幽默感过时了 你有这种感触吗 那肯定的 你过去的很多幽默 它是在社会背景中 我们的现在社会背景变化太快 年轻人有觉得特可笑的 我觉得不可笑 那就是你说谁过时 也没有说谁过时 只是你不了解那个背景 你就笑不出来 另外呢 现在因为是快餐文化 就是一波一波的 就不停的替代 他也不要求你有多深 就是很浅显的高兴 包括电影都是这样 电影 那个电影可能过几年以后 翻过头 一看大家说 怎么会拍这么烂的电影 可是当时可能还会卖的很好 就这个原因 所以你看有的这个老奋青 或者说有些专业人士 他有时候就发牢骚了 你看那个前一阵电影节 那个汪海 有个编剧叫汪海林 对 汪海林在那喷呢 好家伙就喷得 我觉得鸡怨已久了 就是说 谁说什么看小鲜肉了 谁说观众喜欢看小鲜肉 看什么小鲜肉 都是那个各个电视台 那帮大姐 那帮大姐就主宰 就购买这个电视剧 他们都是色情狂 就是全是他们闹的 然后就是说引导观众 是吧 就是说 他倒是就是说到一个地方 他就是说 就说这个 很多这个 这个引进的这个剧 你看他从专业的角度去讲 我就觉得 他说你看我们学戏剧的 我们演这个的 他说我看今天这个社会 有些时候就说 我一看街上年轻人 开始玩那个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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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来我很兴奋 你看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联想 他一看街上的青年 都扮上了 就是面具 或cosplay 他认为马上下一步 街头戏剧就要在中国流行了 他说 可是我没想到 他们最终还就是扮上 没有不干别的 他们意思就是 就潜尝者止 就是 潜尝者止 对 所以 这个还不太一样 还不太一样 怎么不太一样 就cosplay 他其实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那么上台面的东西 他其实 就我说到上台面 不是说高低的那个 说 他竟然是一个完全自发的 是那种从下往上的东西 就是我伴着 我自己扮演好玩 就行了 这是什么场合 随便 cosplay的东西就是说 你看漫画 你看动画片 特别喜欢 然后呢 他最早在国外兴起来 就是说 因为我太喜欢了 我太爱这角色了 对吧 这个 我就 那我就穿成那样 然后自己 但我只图我自己开心 对 就行 我那天在网上看那个视频 就看那个魔兽的 那个两个怪物 在电影院打起来了 可能有一个人 敲了敲去给头盔 然后屁马的打起来 为什么魔兽 说是我看到的 说是在北美 票房也没有那么好 评价还挺差 但是在中国 那么火一枝独秀 你怎么看 这事其实特别好解释 他是中国这个网游爆发 那个阶段 就那一场 那个时候的一个集体回忆 就跟你一块插个队似的 那就美国的这些游戏迷们 没有这个机会 他的选择比你更多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人他比较从小的教育 都是有独立思想 我们所有都大拨轰 不管什么事 连爱国都大拨轰 就是说突然这一天 就大家都爱国了 明白了吧 他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中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 特别弱 包括我自己 我先把我自个儿喝 你也别攻击我 也攻击我 没有用 我也属于独立思想 特别弱的人 那剩下的人 比我还弱 对 就这意思 对 他跟风 这个事情一出现 他就跟风 包括我们有时候 你比如 我就听到 比如有的 那个片子 不能说烂片 好片 就是有片子 人家都告诉我 片子不好 但是卖的很好 我就好奇 我就买张票进去看看 那就真的卖的好了 那就卖的好了 就这么回声 对不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叶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扯眼了 这个扯眼了哈 马上的提醒 我北京瘫不说了 我给你说北京瘫不无聊 你知道吧 你这就有人 首先 这是说 说惊瘫 现在叫惊瘫 医生就讲了 这个斜靠的坐姿 容易让腰部悬空 你知道吧 对腰椎伤害极大 大腿臀部受压迫 但您这是生理学 但是你看 现在也有人研究 就是葛优瘫的表情 葛优瘫的表情 表示一种什么 自我表白啊 就是别理我 我废柴了 我废我点心了 就是说 这个深深的自嘲 世界满是恶意 生活处处是坑 然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 一个心理学教授认为 长期以来 人们在必须表现的 积极乐观这点上 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我认为这是说美国人的 然后呢 这比悲观 更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相反 北京人有一种 慵懒而颓废的 神机摊表情包 什么的 就是说 实在是太尼马类了 只有摊一摊 才能颠覆这 毫无意义的穷忙 不是 他这个 这个北京摊呢 你要现在翻过头啊 因为现在可以翻过头 去看了嘛 他实际上存在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他真正出现这种 这种摊作 都是文革以后的事 文革以前肯定没有 我小时候 所有记忆人都是很正常 因为坐有坐相 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所有家长都 首先要求你坐有坐相 先不说战有战相 就是坐有坐相 对 你那个叫什么坐姿啊 那就是 第一 到这个文革的时候 整个所有的秩序都被破坏啊 那么就是有那种很颓的 就想法 从身体中传达出来 形成这所谓北京摊 北京有 就是北京大爷的这种大爷思想 就说 我不伺候了 我不玩了 我就这样了 所以就成了这样一个姿势 一开始还叫北京躺 现在叫北京摊 摊比躺更准确点 更准确 摊在那 过去 那个大人说孩子经常说 你的你的摊在那算怎么回事 哦 这就没家教 对 没家教嘛 所以不可能有这个姿势嘛 哎 但是呢 我觉得挺舒服的 但是 舒服 彻底放松 我经常开始开车会 或者我在家 我在家经常就是出流了 这为什么 这也行 那就是说 个矮点 沙发再大点 椅子大点 办公桌再大点 一进来 以为老板没上班呢 对 对 对 不都这样吗 不是 我经常我们家的地板滑 我经常把我的沙发推后去了 对 就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那是一种啊 要舒服 最后还没得到舒服的一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人最舒服的姿势 我有一次 我们要谈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特别重要 对方特别重要 不能够爽约 结果呢 我那天胃病犯了 你知道这个胃也要开始疼 对 这个他没法装 你直直不起来 怎么都不行 后来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姿势 就是这样 就只能这么跟他说话 但是当时我就实在实在 不行了 然后就太疼了 然后呢 后来这个事过去很久之后 就是 就是都成为朋友了 然后呢 他跟我说 说那个刘 你那个 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 他们都是上海的对面 然后他们说 说你太牛了 说你那个当时跟我们聊 都不都不正眼看我们 后来我说不是 当时我胃太疼了 就只有这个姿势 我觉得这个姿势确实很舒服 有正骨的功效 就是很舒服 因为你这没有任何负担 你这个重力正好 就是哎 你就能把它全卸在椅子上 您说 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就是文革以后开始出现 北京台 还有一个原因 跟沙发后来普及有关 原来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没有沙发的 没有任何人家里有沙发 只有公共空间 比如那时候这个去 我跟着我爹去到的那个大办公室去看 哎 我有一沙发 觉得坐在沙发上 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对了 你说这个 有了沙发人就容易看 你说这个明代这个黄花梨这家具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他就给个上了 对 对不可能 对 所以他跟沙发后来普及也有很大关系 你看他这个北京台以后 我看到一个就是看一个段子 我觉得特有意思 就是这个现在网友的这个创作能力特别强 一个北京台 你说咱看就说北京台什么的 就是流行了 突然有人配了一个 按照这个马志远的天静沙的小令配的啊 我想哭腾老树婚鸭 第一句不动 要完不知道从哪来的 第二句叫空调WiFi西瓜 然后葛优同款沙发 夕阳西下 怎么随便往上一趴 随便一趴 我觉得他这种创作能力 就是现在网友的创作能力 有时确实能给你一种很欣慰的感觉 就这么一个话题 对不对 北京台 而且后来我就说这事多少有点冤吧 怎么都弄得北京人脑袋上来了 就是好像是确实北京大爷也容易贪 刚才你放那片子的时候 我看那个冯小刚那一下子 我还忽悠一下 我想别拍我一张 我又惹惊张那次 你坐在沙发上坐坐就出来了 对 其实这事 其实我最 我这事就我最早看到这事 我觉得特别逗 但是因为我确实说为全这样 但是我一直 我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过 是只有北京人这样吗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我就喜欢这样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这样 我河北失装的行吗 我河北也是北京 河北现在稍微一大点就都算了 都是我们围着的嘛 就是 但我跟你讲 这事还真是就是北京 上海人不这样 上海人讲究 上海人你要是这么贪的 那成什么了 真是 上海连黄牛都不贪的 都是崩子 没错 北京人他确实有这个说法 就泻 泻 泻 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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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不是 北京人还是残存着一点农业文化 有可能 你比如我 我记得 我现在就是回想 那时候在编辑部 那时候我们 那时候在编辑部 编辑部都是很严肃的地方 全是我们知识分子 一堆一堆的 对 很多就是现在大作家 咱们别说谁 到门口以后 光当就靠那个门框上 就是没地摊就摊门框上 跟你说话 这很正常 这个就没有主心骨 对 他不是站着跟你说话 跟那个地方的 让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早十年前 原来在 因为那会去日本 在机场 说你怎么分辨日本人和那个中国人 包括流 就是 常年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 就能看出来 这几年越来越难了 就是 就是早几年特别容易就能看出来 其实后来我总结 就是你看他的那个遗探 就是 就是日本人他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 他的这个就是说战友战相的 这种从小的这种教育 就是你要正做呀 或者什么呀 所以你看 你观察那个日本人 你看不管他走路什么的 他那个身体实际上 他没有相对位移 哎 他的那个就是 他的他的这个 所有的关节之间 他都是绷着的 然后他 所以他的动作特别大 他比如他给你握手 他表示感谢 或者什么 特别感谢 什么什么丧 都丧 特别感谢 然后呢 可能都是动作很大 然后呢 所以你看日本电视剧 或者日本电影 早年就看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他怎么这么做做 动作这么大 但其实你到了日本 你觉得你看 他们就是这样的 他就很夸张 他就他成习惯了 对 他也说这 我一下我就想起一个事 就那回把我给整得很难受 他一说我就想想了 是一个 咱们的摄影代表团 跟日本的这个摄影的 泰斗们座谈 你想想 日本那帮人 上来以后 第一着装 比我们正规 全是西服领带 特正规 坐哪儿啊 那个摄影家 他七十多岁了 从头到尾 我印象深刻啊 再腿往前前伸的 连弯都不打 就这样 对 崩着呢 对对对 我们俩钟头 我就想崩着吧 我崩不住 一会儿这腰就不受不了了 你得摊着 但是这边这摄影家 全穿一大背心 那摄影背心挂着 穿摊着呢 我就不知道 日本人心里怎么看 咱们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越来越没像 我是从头到尾 低了着 还自个儿警告自己 还都坚持不下来 那我真是对老头极为佩服 就俩小时这么崩着跟你说话 什么事都没有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想你什么了 就我印象特别深 有一次我们在日本 黑泽民的那个 是长子吧 应该 他经营一个酒馆 那里边好多都是 他原来的那种电影道具啊 有一次在他们那 就是也是他们邀请 然后吃饭 顺便谈事 我就特别清楚 就是所有日方 就是满页说这种 但是比您那画面还强烈 为什么呢 那屋里有盔甲 全是那个 就日本 日本他那个习惯 他那个舞剧 他都放起来的嘛 就是那个 都是在那个什么乱啊 影子武士啊 黑泽民原来拍的那些 片子里面的道具 然后呢 就是他就是原道具 也比一的 然后他就都摆在那个 像古代的那样 摆在那个 听的那个四角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那些 那些那个 跟我们的那些日本老头 甭管是老头年轻人 感觉全都是这样 就你觉得他跟那盔甲 是融为一体的 我们这边就 也融为一体 我们这边就 摊为一体 融为一摊 我们这边 你这边啊 后来看照片说 基本就是西游记了 就是西游记了 就是什么奇形怪状都有 因为你也坐不住 在那个他拍摊米上 你也坐不住 我对 坐不住 对 你没有那本质 很疼啊 那个正坐 咱们从小 已经没 中国人 坐不住 就寄坐 跪的 你受不了 你觉得这关系到一个什么 你的身体啊 对于不舒适和疼痛的忍受程度 这里边有 就是要说有一个学术的词啊 叫对身体的规训 你看要不说你上次跟徐老师吵架 徐老师有一次讲的挺有意思 他过去 他说他到香港 他发现啊 香港的小孩 乃至于说英国的小孩啊 不穿开堂裤 他说你 那你小 我这种小孩都穿开堂裤 嗯 就是啊 你知道他从这 我现在减肥都有这个感觉 我们这个河北人 这个肉啊 因为我整天在香港 这个河北人没关系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啊 舒服没够 我们有这么一种 也不知道怎么 你看这个香港人啊 哪怕是个胖子 他呢 扩腰带气的 紧紧的 你像我呀 这个肉收不住啊 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是松紧那了 就是说我绝对不容忍 我哪被孤着 就是除非我 所以我为什么最不喜欢上台 因为上台就得穿西装 就得孤着 一下台我赶快脱 我平常生活里啊 就得是 就是没一个地方不能让我舒服 哎 我就觉得这是我们一种河北人 我 我一个河北人没关系 这是您 您个人 不是吧 你们也这样吗 您在我们北京的习惯 是吧 你看就像你说的 上海南方人 他们好像还稍微 讲究 扎得紧一点 南方都绷着 我老佩服 你看你像没人闻到 长得也不怎么样 还行啊 你看所有我们这香港嘉宾 我觉得他穿上西装 穿个什么 就像个样子 对 他那个身体 好像是受到规训的 对对对 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整天就是 哎呀 就软的 你看就喜欢穿这种啊 软的 对 西服我也不愿意穿 我是不到 万不得也不穿西服 就首先你上了 肩就觉得有肩了 就是平时咱不知道肩在哪 你卸着嘛 你一架起来 你就觉得不舒服嘛 而且呢 你站不住 就我甚至就发现我站不住 不是说有门框的 我还我才靠 我旁边有个女主持 我就是歪的拍下来 你知道吗 我就突然想有吸引力 我怎么身份有个人 我就想靠 我觉得这个适当的身体规训 我可能还是缺乏 就你总是 就是马爷说的对 我们都缺乏 就孩子总得有点战友战相 坐有坐相 其实将来看着就是像个人一样 怎么办呢 这事 从小军训也不行啊 这个 军训已经晚了 你光靠军训那两天肯定不行 要不然你就长时间当兵 你看当兵的人 如果当个五年十年兵 他一出来 站那儿就不一样 他说话跟你就不一样 你看咱们在北京的 基本上 哪有乙的 全乙哪 对 你像我们有的嘉宾人 大学教授 我这么着跟你说话 对 人有教授就一直这样 你看在枪枪 他就是这样啊 人那就是人家的舒服 人家没有不自然 对 他从内心得能够不把这事当痛苦 我说我崩着来着 我崩 十五分钟以后就开始痛苦了 然后内心就开始纠结 说你看他们的人的德行 你看人家这样 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可是问题是 那些所有人都把脸都丢尽了 你知道吗 我在那再崩着也没啥意思 所以就这么也喜欢这样 这样也是 身体的这个规训呢 适中古典 是古风 就是你看他们讲 就英国绅士 就是就反映在着装上 就你对 你看越绅士 就是你对不舒适啊 忍受的程度越强 习惯 你像穿那个厌尾服礼服 但是你看实际 本身越到现代化呀 就已经越软了 就穿的衣服 已经是越来越 现代化对你最 就是舒服 最有规训的就是军装 因为你古代的那个生活习惯 都没有了嘛 其实你这种东西 可能未必说训 你比如说从而原来 还有文房四宝的时候 你别的不说你从而 你的写毛笔字吧 这个事其实不是为了 特意的练你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 它是一个体系 因为我们的体系没了 体系没了就是随便了 那就是 但是你说现在他们 出了好多照片 说这个北京摊 他是应该这个提倡啊 还是应该这个 当然不应该提倡 当然不应该提倡 事实如常啊 对对 这个就是 我觉得把北京摊 这个拎出来 这突然变成一个现象 据说也有个好处 就警示我们 呃 我们有这样的行为啊 包括我们自己 在家里没事 但是在有些场合 对 是不是 对 在场合 尤其在公共 哎 对对对 我接到这个 这个 编导告诉我要说 这北京摊吧 我正好在一个 这个这个 茶馆 跟人家谈事说 那茶馆很舒服沙发的 一回头 俩北京 大姐摊的 大姐摊的 女的 我天哪 就特难看 卡着这对 对对 他 就我发现 女的摊比男的摊 还还难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化决定的 其实你觉得 女人总归 女人总归 多少有点收敛 你看男人 公共场合 插着个腿 什么都没事 你看女的 要是插着腿 她就不好看 对对对 不好看 先不说别人 有没有联想 她就是不好看 我觉得反正 就这事 你想搬也很难了 然后呢 其实美国人 也都挺随便的 但美国人 像这么赖的姿势 你很难大面积的看到 这么赖 这姿势有点赖 你觉得赖吗 怎么不赖啊 不是 我觉得还是分场合 前一段时间 那叫什么墩 其实我上回 跟马爷聊墩的时候 我们俩说过这问题 上回是墩 我上回跟您墩 我不记得 就是地铁墩 地铁墩 对不对 地铁墩 对民族的 我们慢慢来 慢慢恢复 民族的这种气质 还是应该有的 起码在公共场合 尤其就我刚才说的 双方都是以一种 办学术的状态 去对话的时候 你全瘫在那 肯定是不行的 我方教授 全是一瘫 那当时我只祈福 就是别有人再打呼噜 就行了 因为你穿了 你舒服 就睡着了 它是一种 它是你绷不住的 就是它是你 因为你太习惯了 对 就是你的自然状态 就是说 其实到那个时候 可能 这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了 完了你突然醒悟 说 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失礼 但其实 完全是你发自内心的 你已经习惯了 就是这样 没行段 其实就是我特别羡慕 这些这样的一些人 就是它随处能舒服 在大街上都能睡着 这我就太羡慕了 有的人说 我打个盹 着了 你们聊着 就是地位 没有社会地位 可以在大街上睡着 有地位的人 大街上都睡着 你看哪国元首 在大街上睡着 元首没机会上大街 对 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在睡着 好家伙 这北京摊就聊了一集啊 这好玩吧 这就现在